各位听众 你们好 欢迎你们又来收听本电台的节目 今天又是我孙伟光 在这里和大家主持《人在澳洲》这个讲座 今天我是讲三大本能篇的最后一篇 就是三大本能篇的第四 就是本能的来源 这个就是我题目了 本能的来源 本能是怎样来的呢 我在这里记起一件事 我在德国读书的时候 在一个小城市叫道平根 这里有一间大学 德国很多大学都在小城市里面 我读一科叫希伯来文 什么叫希伯来文 就是犹太人的语言叫希伯来文 我读希伯来文 我发觉希伯来文是很复杂的 我又发现现代希伯来文简单很多 现在在以色列讲的希伯来文简单很多 但以前的年代 2000年前的希伯来文是很复杂的 我就问老师 为什么以前的希伯来文更复杂的现在的希伯来文呢 那个老师是一个希伯来文很精通的一个六十多岁的人 他就说任何古代的语言都是复杂的现在的语言 我想是的 现在的语言譬如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 我们称它为拉丁语 他们又来自拉丁文 你发现拉丁文是一种古代的语言 又复杂的复杂的西班牙文意大利文 古代的英语又复杂的现代的英语 古德语又复杂的现代的德语 你追溯到最古的语言 我们现在可以考据的就是印度那种天竺文 古印度语 泛文或者称为的 那些文化更复杂 我再想一下中国也是 中国古文是复杂的现在的白话文 一个字可以有很多解释的 我就问老师为什么会这样的 老师怎么回答呢 因为语言是似给你的 语言是一种本能似给你的 一有人的时候就会讲话 他这句话令我很发人心醒 我初初以为语言是古代的野蛮人 不懂得讲话的 只会讲单音的 呜呜呜呜呜 慢慢慢慢讲越复杂 就成为一种语言 语言由简单的音变成复杂的语言 后来我发现不是的 因为我是语言的 我发现原来非洲那些野蛮人 澳洲那些土人 讲的语言 你以为很简单 因为他们是野蛮人来的 是简单的声音来的 原来不是的 是很复杂的 咦?这么奇怪的? 为什么越古代的原始的语言 就越复杂呢? 这个老师答得好 他说语言是似给你的 当他这样说的时候 有一个问题 似是谁似给你的? 所以我们回到一个问题 就是语言从哪里来? 语言是似给我们的 语言是一种本能来的 当然一个小孩出生的时候 要爸爸妈妈教他讲话 教他讲话不是本能 其实也是 因为他有这种能力 所以你教他讲话 他才能学到语言 如果他连这种本能都没有 你教他就没有用 你教猴子讲话就没有用 你教狗讲话就没有用 讲不了人的语言 语言是一种本能来的 本能从哪里来的呢? 一定有一个有能者伺给他 因为我们称它是本能 是一种能力来的 一个无能者不可能伺能力给我们 比如一些进化论 根据物质 单细胞变成越来越复杂 将会变成一个人 那个细胞本身是没有能力的 它怎会伺给我们 有讲语言的能力呢? 所以我后来有时跟支持进化的人说 我说语言就暗示 或者很明显地告诉我们 人不是进化的 如果人进化的语言都是进化出来的 由简单变成复杂的 语言是由复杂变成简单 当然我们现在的语言 现代语言的字是多了 譬如我们有打字机 有电脑太空人这些字 以前没有的 那些字就多了 但是文法是简单了很多的 语言是一个有能者伺给我们的 这个有能者很明显就是上帝 圣经有句说话 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于灭亡 凡得永生 这句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 这句说话就很好 因为它说到有个赐字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这个大能的神是爱世人 所以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 这句说话我们看真一点 有三个动词 一个动词就是爱 上帝爱世人 第二个动词就是赐 他赐给我们一样东西 就是赐给我们他的独生子耶稣 第三个动词就是信 我们就要信他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好了 我们研究一下这三个动词 第一个动词就是爱 我们要问这个上帝这个神 为什么要赐一些东西给我们呢 其实是因为爱 因为他说上帝爱世人 所以他才赐一些东西给我们 就是因为他爱 这个神并非高高在上在天上 只是一个审判官 说你这个对的也不对 他也是审判官 但是他是爱我们的 一个法官是不会爱我们的 纯粹法官他不会爱我们的 他只是因为你做错事就罚你 做对的事他就不罚你 但是这个上帝就不同了 他爱我们也不同的 他会为你做些事的 很不同的 所以在历史上曾经出现 那些法官 他审的时候都发现被审的是他儿子 他就是因为爱他儿子 他又不可以轻判 因为他觉得他儿子即刻真的犯罪了 所以他后来代替他儿子去承受法律的责任 我记得我在澳洲认识一个女孩 一个澳洲人 他初初十八岁学驾车的时候 拿了临时的牌子 他一次驾车超速 但是寄了一封信给他爸爸 因为他驾他爸爸的车 他初初没有车 他爸爸就代了他罚款 其实是他的错 但是他爸爸承贪了 他爸爸代了他的罚款 这就是上帝爱人 他爱我们 他又不是一个法官 他会代我们承受一些东西 因为他爱我们 所以上帝为何要赐一些东西给我们 就是因为爱 他爱我们 将耶稣赐给我们 来承受我们的罪 所应该承担的惩罚 在十字架上承受了 他就因为爱 在哲学界有一个哲学家很祖的 叫迪卡尔 是法国一个哲学家 那些哲学家说 他是所有哲学的始祖 迪卡尔说了一句话 我思故我在 思就是思想 我怎样证明我自己存在 我懂思想 所以我就存在了 我思故可在 当然严格来说 他的意思并不是说 我懂思想 所以证明我存在 他不是一个证明 就是说透过思想的过程 我就意识到我的存在了 我怎样知我自己存在呢 可能你觉得你吃饭 所以你存在 你工作或者你存在 但是迪卡尔说 我透过思想 我就会意识到我的存在 共产党人士透过劳动 我意识到我的存在 但是迪卡尔说透过思想 我意识到我的存在 我思义故我在 不过迪卡尔那种存在 是有个问题的 因为那是一个孤单的存在 我懂得想东西 当我想东西的时候 我懂得判断真假 我懂得怀疑 我在想东西的时候 意识到原来我是存在的 但是这种存在 是一种孤单一个人的存在 这种存在是否真的值得我们羡慕 圣经所说的存在 就不是一种孤单的 只懂得想东西的存在 那是一种相爱的共在 即是大家一起共在 因为我们相信神的存在 而相信神就创造我们 最重要的是 相信这个神是爱我的 我和这个神有一个爱的关系 有一个爱的共在 祂爱我 以至我可以回应祂那种爱 我们就是一个爱的共在 在这里我们回到神的创造问题 上帝创造这个世界 如果你留意圣经 祂是将所有的东西 天地万物都做好了 空气、雨水、万物都创造好了 然后祂最后才做人 为何呢?又因为爱 祂做整个世界都为了爱我们 如果祂做了人先 没有空气又怎样吐气 没有水喝 怎样喝水 没有饭吃 祂做好其他东西先 一切都预备好了 然后最后做人 变成我们一做出来 那个人就可以吃东西了 可以欣赏风景了 可以有地方住了 上帝的创造的次序 就告诉我们上帝是爱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动词很重要 本能是来自上帝的 因为祂爱我们 所以祂就似些东西给我们 似很多东西给我们 好了 我们看看第二个动词 就是赐字 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祂赐些什么呢? 其实祂赐了所有万物给我们 祂创造我们的时候 将万物赐给我们 但是最高峰的 祂赐那份最大的礼物是什么呢? 就是祂的独生子耶稣 提到耶稣呢 我们很难理解 为何上帝会有独生子 耶稣是怎么生出来的呢? 如果祂生出来的 就是说先有上帝 然后才有耶稣 那圣经又不是这样说 它说他们一开始就有了 耶稣一开始跟上帝一起 就是一起的 不过圣经就是用生这个字眼 我们人可以稍微理解一下这个生 他生出来的 他是他的儿子来的 这样来形容 以至我们可以明白他们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 他当然不是像人这样生出来 如果他人生出来 就是有先有后 有妈妈先有儿子 是吧? 但是他这个独生子 就不是这样去理解法的 好了 这个比较太深奥 我们不去处理了 总之这个神就赐了什么给我们呢? 原来赐了一份最大的礼物 就是耶稣 祂的独生子耶稣给我们 如果你问我 我有两个子女 如果去到一个生命的关头 是要杀死他们还是要杀死我 我当然是要杀死我了 不要杀死我两个子女 就是做爸爸妈妈 大多数都愿意为自己的子女而死 这些子女是自己的命根 可以说 但是如果你说 我将我的命给了你 我或者也要杀死我 但是你说 将我的儿子的命给了你 那我就不杀死我了 宁愿我死好了 他死了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看到上帝的爱是多么大 他赐了独生子给我们 赐了我们 最后为我们写十字架 不是给了你 在那里做往 而是给了你赐了十字架 为你承担你的罪的后果 所以上帝赐了独生子耶稣给我们 这份很珍贵的礼物 连儿子都可以给了你 我们看看耶稣 他下来这个世界上 他的生命是怎样的呢 他最后是将他的生命给了我们 耶稣是上十字架 将他的生命给了我们 因为我们的罪业太深重 一定是有人死才可以属我们的罪 所以人很奇怪 人在很早开的时候 就有一种献祭 我们中国人都是献祭的 就算我们现在去什么庙 我们都要献鸡 献苹果 或者什么 原来献祭是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我记得有一次 有一个苏格兰的宣教士 在1920年左右 英国统治印度的时候 他申请到印度东北部的省 传扬基督的福音 当时英国政府说不要去 那里是食人族 他一定要去 但他去了七日之后 就很有效 为什麽呢 那里是食人族 你又捉了我一个人去食 我又捉了你一个人去食 大家有很多仇恨 当他们有仇恨的时候 他们怎样呢 他们最终打来打去 食你出去 都无法解决问题 于是他们两族人 在边界立约 杀死一只羊 这个羊代替我们赎了罪 我们以后就不要再追究大家 苏格兰的牧师去到那里 他讲基督的福音 他们讲到耶稣就是代罪羔羊 我们犯罪了耶稣上十字架为我们死 于是我们信他就可以罪得赦免 你猜那羊土人说什么 他说对了就是了 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犯了罪之后 找羊杀死他 就代了我们的罪了 所以那时候很多人都信了耶稣 所以今天如果你去印度 你会很奇怪 印度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是印度教国家 但是印度东北部那七个省的人 那些人不像印度人 像缅甸人西藏人 有些像中国人 但皮肤黑些 他们很多很多信耶稣 就是因为这位苏格兰的传教士 当初立下这个功劳 你看到那一族的食人族 我都在那一族认识一个牧师 他说我们现在不认识人 我们现在看圣经之后 我们不再认识人 我们就传耶稣了 信耶稣了 你看他们都有一个宪制的习惯 这个习惯怎么来的 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献祭表示 这个祭是羊或者牛或者鸡 他的生命代替了我 代替了我的罪 替我属罪 但是那些祭只可以 你犯这件罪 就杀一只羊来属罪 但是耶稣的生命不同 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 所以他一次献上自己 那就行了 以后再不用献祭了 所以基督徒现在不用再献什么 杀羊和牛 献给神 不需要 因为耶稣一次死已经够了 我们以后每逢有罪 就在耶稣面前悔改就可以了 所以耶稣的生命 是这么宝贵 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负罪 我们的生命 圣经就说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我们本来是活该死的 就是我们肉身死了之后 以后要与神永远脱离关系 这个就是死 这个就是心都死 什么都死 但是我们因为信了耶稣 我们就可以反得永生 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永远远 跟神在一起 这个是神赐给我们耶稣 带来好的结果 好了 我们看这段经文的第三个动词 就是信 神爱我们 就是赐他的独生子耶稣给我们 叫一切信他的 什么叫信呢 信其实就是接受 因为在圣经有另一段经文讲到 信就是接受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信就是接受 信不是说信他有 有这个神 信也不是说信耶稣 耶稣来这个世界上救世人 不是 我一定要接受耶稣 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牺牲 就是我一定要信主耶稣 你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死的 你为我所犯的罪而死的 我这一生做了很多错的事 我自己没有办法弥补我的错误 但你为我承受了 我信这件事 当你这样信 你是接受 我接受你在十字架上为我做的那件事 这是信 信是什么呢 亦是悔改 我对以前我所犯过的错误 一切得罪人的事 一切得罪自己的事 我都是表示一种悔改的心 我奥悔 我觉得我不对 耶稣有一次讲到 有两个人在犹太人的圣殿里祈祷 一个就是很骄傲 神啊你看我多叻 你看我多好 我好过很多其他人 我很虔诚的 我奉献十分之一 我不像其他罪人 我又不犯奸人 我又不偷东西 我又不说谎 但有另外一个人 他就不敢用眼望着天 因为以前的人祈祷是用眼望着天 他只是跌下头 用手扔着胸口 他说 神啊开恩可怜我借的罪人 他知道自己犯了罪 因为他是一个税吏 他经常收税的时候 收到自己的袋里面 他说开恩可怜我借的罪人 跟着耶稣说 这两个人反而神会接纳 那个认罪的悔改 当你牙刺刺 以为自己很好人 做什么事都本着良心 神就不相信 神说这样的骄傲 我不接受 所以信是悔改 其实每一个人 一生都犯过很多很多错误 很多很多不对的 做过很多不对的事 倒不如我们诚实点 在这个真神面前 在耶稣面前悔改 主耶稣是我错了 有这份谦卑 你才能得到永生 信就是悔改 还有信就是跟从 我不是说信了耶稣 你赦免我罪了 行了 拜拜 不是 信是跟从 耶稣 其实严格来说 一个基督徒是一个门徒 什么叫门徒 门徒是跟着耶稣的 圣经说的 门徒称为基督徒 本来没有基督徒这个字眼 就是叫门徒 后来才称他们为基督徒 其实基督徒是一个门徒 就是跟着耶稣的 所以耶稣经常呼叫那些人 来跟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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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们今天看不到耶稣 但是我们透过看圣经 我们可以跟从耶稣 所以真正的信一定是跟从耶稣的 你一定要回教会 你不能说 世界上并没有说 不回教会的基督徒 没有这回事 基督徒一定是回教会的 就算跟教会不好也要回 真的不好 你可以找个第二间 信就是跟从 跟从耶稣 回教会就要看圣经 看看耶稣 圣经里讲了什么 信就是跟从耶稣 信就是跟从 这是第三个动词 好了 我们看到了 我们总结一下本能的来源 我们在这个系列中 讲到三大本能 信、望、爱 由于上帝爱我们 他将很多本能赐给我们 而且他早已创造这个世界 一切都有具备 他给了一些本能 我们有这些本能 内在的本能 就可以享受外在世界里面 所有的东西 譬如空气 如果你今时没有透气的本能 有些人透气是透不了的 到最后 你没有了那种透气的本能 你如何去享受空气呢 外面有很多好东西 你今时吃东西吃不到 吞不下 你如何去享受呢 所以神赐给我们 有享受食物的本能 有食物的本能 外面有很多美丽的风景 你今时看不到东西 是盲的 你如何享受呢 因为神赐给我们 有看风景的本能 欣赏美景的本能 那里有游泳池 我可以游泳 但是神赐给我们 有游泳的本能 你有游泳的本能 你才学到游泳 如果你连本能都没有 你学不到游泳 所以神赐给我们 这一切所有的东西 和赐给我们 赐给我们 除了这些本能之外 最宝贵的就是永生 永远的生命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永生 这一切都是暂时的 你吃东西 享受风景等等 都是暂时的 除非你有永生 就要永远享受 永生就在耶稣那里 所以神就将信的本能 赐给我们 耶稣在那里 那你怎样跟祂 挂上一个关系呢 将信的本能赐给我们 我们人因为有信的本能 因为一出生就有了 变成你只要将信心 投向耶稣那里 放在耶稣身上 那你就可以享受更大 更长远更永远的福气 所以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当你信的时候 你就可以有盼望 人有盼望的本能 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我的身体都可以复活 可以永远跟祂在一起 神也刺给你有爱的本能 当你有这个本能的时候 你信了耶稣之后 你就会爱祂 甚至你会更加爱惜你的家人 更加爱惜你自己 更加爱惜你自己的朋友 你的爱心是会大了 所以我们今天讲回 三大本能的来源在哪里 信望爱的来源在哪里 就是在这位 创造天地万物 又爱我们的造物主那里 不单止这三大本能 是来自祂一切的本能 我们呼吸的本能 食物的本能 游泳的本能 行路的本能 思想的本能 都是来自祂的 因为祂赐了这些本能给我们 因为祂都是基于爱心 使我们可以享受 这个世界一切爱着的事物 但是你想永远的享受 就一定要将本能的信心 投向耶稣身上 你才可以永远的享受 各位 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下次再和各位聊过 拜拜